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事件 看似无可争议 在你的脑海中也都认定了这些是真实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嗨 科普拉 小天哥今天带来五个历史上最大的谎言 最早关于黎丝湖水怪的记载 出现在公元七世纪 圣护伦的一生书中 第一张黎丝湖水怪照片 被修格雷拍摄到 刊登在1933年的苏格兰每日记事报上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而1934年 伦敦的一位医生 突击尼斯湖时 也发现了尼斯湖水怪 连忙用相机拍下了四张照片 这张照片多年来 一直被认为是尼斯湖水怪 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据 但拍摄照片的那位医生 在临终前忏悔 承认照片是自己伪造的 照片中的怪物形象 是用软木做成海蛇头 和长脖子的模样 加上玩具潜艇 放到湖中拍摄 产生水怪的效果 此后不断有探险者 前往尼斯湖 一探究竟 总会有不同的水怪照片出现 可惜的是 照片经过认证 都是伪造的 尼斯湖水怪 到底存在与否 我们至今未曾得知 北欧维京海盗的牛角头盔 别具一格 直到现在 许多挪威人在庆典场合 都会戴牛角头盔 但根据历史学家考证 维京海盗的头盔上 根本没有牛角 其实只是浪漫主义时期的 艺术创作 19世纪中期 艺术家们对传说中的英雄 所使用的装备和武器 没有什么概念 他们发挥充分的想象力 于是就出现了 脸须落腮胡须 头戴双脚海盗头盔 腰带牛角大九倍的维京海盗 这个形象 代表了传说中 英雄的强悍 勇敢 奔放 特别是公牛的双脚 更为他注入了刚强的气质 经过艺术家们的传播 如今牛角头盔 已经成为了维京海盗的象征 20世纪初期 查尔斯·道森 宣称在英国的一座轿 皮尔当的村庄里 发现了古人类颅骨 与夏额骨化石 当时的考古学专家 认为这是早期人类遗骸化石 这些样本的重要性 成为考古学界的争论主题 一直持续到1953年 才发现是伪造的赝品 由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揭露发现 它是由一只红毛猩猩的夏额 与黑猩猩的牙齿化石 组合而成 而老舅的外表 则是用铁锈法 与各酸侵蚀造成的 这一场骗局在考古界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692年2月 塞勒姆镇上两个女孩 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两人开始呈现昏睡状态 身体抽筋 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接着 其他人也出现同样的症状 整个小镇陷入了恐慌 当时的医生认为 这些人受到巫术的蛊惑 要求他们指出 失巫术的人 结果塞勒姆女巫审判案 造成了25人死亡 现在医学解释 真正的祸首 是一种寄生于黑麦麦角的真菌 它会产生一种毒素 使抵抗力较低的人 产生幻觉 当地人吃了被真菌感染的黑麦面包 才出现了这种状况 7月4日 一直被美国当作独立日 全美都会举办庆祝活动 事实上 大陆会议是在7月2日起草宣言 承认美国独立的 约翰·亚当斯密 在一封信中说 1776年7月2日 将成为人类历史上 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结果隔了一天之后 也就是7月4日 独立宣言 才发行到各州 然而美国人庆祝的是7月4日 而不是亚当斯密的7月2日 无论如何 勿已成舟 7月4日便成为了美国的独立纪念日 上面这五个事物 有几个曾经被你误信呢 留言告诉我们吧